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人与蛙的故事 在台北的平邻地区是著名的茶香 当地有位茶农陈露和 他六年前开始做有机茶 历经了前三年的亏损 现在整个茶叶产量是慢慢的稳定下来了 不止如此 他因为不喷洒农药还有化学肥料 还吸引了特有种的北翠树蛙来茶园里定居 成为他的新朋友 好茶需要好水 在部分地区好水仰赖好茶 一个好茶好水的友善循环 正在新北市平邻山区开展 农民改种有机茶来保护水源 茶园里飞翠树蛙正是这场转变的最佳见证 藏公苏 寺山和兹苏 宋 biography 我们早上是在家竹 别 Fashion Senhor 哇 這裡 裡面有蝌蚪先試試 現在晚上如果叫 久不久四夥吃就都來了 通常白天它都是躲在草底下 晚上才出來 水桶裡面或水桶旁邊 或者是在上面 修長的指頭上有吸盤 背部有凸起的小顆粒 這是台灣的特有種翡翠樹蛙 只生活在北台灣一千公尺以下的丘陵地 牠們喜歡在開墾地附近活動 但是皮膚敏感 無法承受農藥威脅 所以不是所有的茶園都能看到牠們 陳六合可是努力打拼 翡翠樹蛙才願意搬來跟牠做鄰居 平常期就是要 要搬這個草 所以這種草 我們要處理的時候 把它用去倒就好了 用去倒 不要刺激 這樣的時候糖就有人吃了 有人吃就不會來吃茶 這種 這種的 這種的 才有需要把它扣起來 還是用這種草 這種草的扣扣 老家住在平林的陳六合 小時候家中就種茶 他大半輩子生活在台北 六年前 退休之後 回鄉開展另一番人生滋味 我來囉 這邊因為科技進步以後 我們種茶都用農藥用除草劑 那這樣子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裡是 萎萃水庫的集水區 那這個萎萃水庫 是我們台灣最乾淨的水庫 那我們使用了農藥之後 這個土地水源多少會受到污染 所以我想說我們應該是要 草有機的方向來耕作 不噴農藥之後 這樣的水源就會乾淨 那我們做出來的茶葉 也可以像以前一樣 像父母那個時候 種茶就不用農藥 不用除草劑 那個時候茶葉就很香 平林地區長年雲霧繚繞 很適合茶樹生長 一直以來都是包種茶的重要產地 陳六合租下了三棉五公頃的地 來轉作有機 在慈心基金會的福島下 從頭學起咬牙度過 轉型期的煎熬 有噴農藥有噴除草劑的茶葉 來轉作有機之後 它會遭受到病蟲害的危害 因為不噴農藥之後 這些蟲害就會迅速的增加 迅速的增加之後 吃掉的茶葉它的產量就會變得很少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因為有很多蟲在那邊 那這些蟲的天敵就會出現 依據我們的經驗 所以第一年它會產量減少 然後第二年第三年它會更減少 產量越來越少 但是第四年之後 因為它的天敵的數量就會多起來 那第四年的產量它又會恢復 慢慢地恢復起來 這樣子的時候 兩個生態平衡之後 那我們的茶樹就會長得非常的好 進入第六個年頭 產量穩定了 五月初正是春茶採收的季節 在長滿雜草的環境中工作 就是比冠型耕種的更辛苦 就是要來採茶的時候 那有這些草在 又會弄得滿身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採茶的部分 他們比較不習慣 苦歸苦 和留夾背之時 倒是有項特殊福利 看不出糖 乾淨乾淨乾淨 我們就把它拔拔 拔拔的 拔拔的吞下去 回去都比較年輕 因為我們這茶葉的營養成分 鵝茶室 我們直接吸收 都會催大 對啊 還有生菁解渴 我們都這樣 不是沒生 有什麼我也沒生 你沒生 你沒生 我也會生 你就是比我吃得少 可以吃一下 一旁為了敘血而擺設的 藍色大學童裡 魂黑靈巧的蝌蚪 正在努力長大 他們沒有這個農藥 那這樣子的時候 他們在這個茶葉的附近 就會大量的繁殖 悔醉樹啊 因為他們的皮膚 非常的敏感 所以它是一個生態的指標 有蝌醉樹蛙出現的地方 有樹蛙出現的地方 它的生態環境一定是好 農賢的時候 觀察新鄰居的誕生 是陳六合最大的樂趣 在這個水桶裡面 大概要四個月之後 它才會變成小青蛙 小的蝌醉樹蛙 因為在水桶裡面 它靠裡面的浮游生物來吃 比較沒有東西吃 所以它要四個月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餵它的話 它就會比較快 甚至它還變身狗仔隊 觀察起樹蛙的風花學院 這隻母的比較大 它肚子大大的 它也要殘暖 雖然那隻已經爬上去了 但另外兩隻也不服氣 跟它打一架 搶一下 搶來搶去 最後還是沒有搶成 這隻母的跟公的 他們就要找地方殘暖了 這兩隻沒有搶到 這悶悶不樂 你看 悶悶不樂在那邊 垂頭上去 這一隻呢 就給它安慰說 不用相信 不用相信 後面又有機會 來 這條比較好 這條比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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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比較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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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六合響應慈興基金會 的種茶護水行動 吸引了葛翠樹蛙 也吸引了許多朋友 在採茶制茶 這段最忙碌的時間 都上下海幫忙 有什麼工作 你能做就做 我們是學習 這個也是學習 不是專業的 所以你們看 我都要跳著 然後等它 等它追過來 我是要離它遠一點 慢慢地 這樣一點一點站 滿有意思的 有空也可以上來 摘汰下來的茶葉 經過細心的過程 才能保存茶香 現在這樣是要讓它散熱 因為剛剛倒下來 剛剛倒下來它非常的熱 我們讓它散熱一下 它已經有很好的香味了 我們看看 然後這一層再放下去 做那些藥 很難苦 來感到很感動 但是來看 不然把它弄一弄 我跟它吃 兩三個都 好像在家裡 要搖 現在事情也要靠電 在找我 會有這麼多的朋友 這麼多的人 來幫忙我們 所以我們也是熱在其中 我們幾乎都是用手工去 來拔草 那一開始拔 前十分鐘拔得很開心 就是拔一個茶樹 拯救了 好開心 我把那個茶樹整個弄好 坐十小時 可就不這麼想 看到還有一望無際的茶園 等著我去拔草 真的那種感覺 就會覺得說 在這邊生活 在這邊自茶 這是一件很不容易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忙著將日葉精華 收攏到乾燥的葉片裡 趕著把香氣封存 制茶期間 日葉不得閒 但產量只有 慣性農法的五分之一 雖然勞累 但是心靜成名 聽到我們法師說 我們做這個有機的 可以利益到 這土地裡面的眾生 那因為眾生的生命 都透由我們 不噴灑農藥 他們在這土地上 快樂的 安全的生長 我們利益到的 不只是我們自己 不只是說 飲用水 水源的基民 那同時也是利益到 土地上面的眾生 成六合的茶 一部分自產自燒 一部分交由此心來放手 目前此心與十多位茶農合作 以契作的方式來保障農民收入 茶方中架上的每一罐茶 都飽含了洗土洗水的心 他的協助就是 他只要能夠專心地去種茶 那我們就可以幫他製造 也給他補貼 也給他補貼 就是說他的支出裡面 有一半就用我們的費用補貼給他 讓他減少支出 這樣農民就有一願往前走了 因為其實在台灣 山地農業 高山農業是一個問題 那要讓他變成不存在 其實也有相當的困難 但是如果能夠把它轉型 做一個比較友善環境的做法 我想這可能比較順勢而為吧 未來 新北市農業局與慈心基金會 希望能比照台南官田 水質綠色保育標章的經驗 讓翡翠樹蛙為瓶瓶的有機茶代言 我們整個有機推動之後 然後整個生態環境改變了 我們這邊也開始有了翡翠樹蛙 所以我們也想說 在這個部分 翡翠樹蛙會申請一個綠色標章 對於茶農在推廣它的有機茶的部分 我覺得是相輔相成 原來我在喝這個東西 它其實背後是對很多的生物 是有一份的責任 有一份的友善 然後對環境也有一份的幫助 那我想這樣喝起來 就會更有不一樣的體會了 被群山的綠意包圍 水面閃耀迷人的光芒 翡翠水庫每年放流十億噸水 供應給台北市與新北市部分地區使用 每滴水都攸關五百萬人的健康 環境水區的土地使用情形 大概是以林地為最多 大概有86%左右 那第二多的是耕地 耕地大概佔了6.6% 那其中以茶園為最多 佔了整體的5%左右 那目前上游據統計的茶園耕座的面積 大概有1275公頃 目前平民有機茶的面積只有10多公頃 但這股旋風已經刮起 未來只要更多農民願意加入 翡翠水庫的環境就會越來越好 那這個文山 大文山區的這個種植茶葉的歷史 已經有上百年 那我們也很尊重這個仙人 他們在這邊種茶的一個歷史 那不過我們長期 我們還是希望說這些農耕的一個活動 轉成有機耕作 來對這個水庫的水質會有更大的幫助 翡翠水庫不但供水 同時也是環境教育場域 一群國小學生就來到這裡體驗自然 他在1981年 被我們這個台灣師範大學生 系的教授叫呂光陽教授 他所發現 他在哪裡發現呢 他就是在北翠水庫 在這個北翠谷這個地方發現 所以我們才叫做北翠樹蛙 北翠樹蛙於水庫的故事 現在還要加上有機茶農的篇章 當環境在變 只要走對方向 人與自然就能和諧活生 今天讓大家看到 我們在北翠水庫的 VO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